各位 因為大家知道我真的很忙 最近為什麼我家裡搬屋 這裡我來一個雪櫃 所以要收拾東西 四哥有沒有留意我們有一個雪櫃 這裡 真的沒有留意了 沒有沒有 是在外面 那個汽水櫃 是的 因為小弟的性格問題 譬如連我老婆也受不了 受不了是甚麼呢 不如你休息一下吧 你這麼累 因為其實 要這樣說 譬如我駁過電視 我有幾部遊戲機 我是不玩的 我兒子也不在香港 但是我就是要搬屋 因為我是執著的 即是否強迫症 你又是否算是呢 我又不覺得是 大哥 你兒子不在 你不玩 你是也要搬屋 不是強迫症是甚麼 譬如我那天在搬屋 我昨晚整晚在想個雪櫃 不是斜度 因為歪了一點 這些東西是怎樣放得好和合道理 譬如我現在有個千多二千塊一隻鮑魚 旁邊就放20塊一個泡芙 這些是不合道理的 對 對 那我就在想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我根本就很不夠睡 那剛才呢 我就不知道是四個可以做節目 我今天不知道是林康正不做節目 那我下午的時候 在公司 因為水王那天去看醫生 就晚了 我便欺負了 我便欺負了 那結果我醒來的時候 到你那邊已經是四點多五點 那接著我就知道是四海做節目 那我心裡比較穩定 為甚麼呢 四海甚麼都答到上嘴 所有人都行 所有的漢政都行 那這樣就 好